现在已经到丽江了 找了一个住的地方 哇 现在淡季真的超便宜的 因为前段时间在丽江山那边骑车的时候 其实挺累的 而且全部都是山路 所以准备在丽江这边好好休息 这边的房价便宜 吃饭也便宜 什么都便宜 所以非常非常适合休息 还有一个大的楼台 我感觉到了云南真好舒服啊 因为虽然说空气很干燥 但是有阳光 就是心情都好很多了 这边全部都是住宿 一会儿去看一下 40块钱的房间 真的超好的 因为现在是淡季 所以人都很少 然后入住率也特别低 所以房价就比较便宜 你看你们看到的这一片 全部都是客厂 全部都是 这边客厂就是几乎角角落落 到处都是 所以这边 所以淡季的时候 这个价格占了 就便宜 但40块钱 4050块钱 就可以租到一个 比较好的大床房 在网上订的 有这么大一个洗手间 然后转过来 一个大床 而且很干净超大 天哪 这只太便宜了 淡季来云南旅游 真的太便宜了 又大又干净 这可能是一路过来住的 性价比最高最高的房间了 其实丽江已经来过很多次了 感觉玩也没有什么好玩的 之前不是说云南这边疫情比较严重吗 其实丽江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进古诊之前也不需要什么核酸 什么检测什么的 只需要身份证 然后刷一下脸什么的 跟卡跟健康卡 然后有了之后就可以进来了 由于是淡季嘛 所以现在人挺少的 在古城里面 主街上面可能再稍微多一点 然后我们今天就不逛古城了 我们今天去了解地气的地方 就是龙帽市场 了解一个地方最直接的方式 就是去逛他们的龙帽市场 综艺市场 这边就是古城 从古城这边一过来 就到综艺市场了 古城里面真的什么都贵 然后到了综艺市场里面有很多的 这边特色的小商品 然后还有一些蔬果 之类的 都很便宜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宝藏地方 而且很多当店都在这边卖菜 买菜之类的 这边是一些卖铜系的铜锅 铜壶 这就是这边特色的火锅 有鸡火锅之类的 哇 红灿灿的 这挺有意思的 风铃大风铃 全部都铜器 这才挺有意思的 这个还可以当碗吃饭 可以打死 真的 这个就是水壶 一套水壶 平底煎锅 炒锅 这个是水瓢 这个是水瓢 我们叫水瓢 想买一个铜碗来吃饭 这个手工的 一百块一个 这是有点贵 哦 好奢华 吃饭了 吃饭的也便宜 比骨城里面便宜多了 真的 盖饭才12块钱 古城要20 我觉得相对于古城来说 我觉得我还挺喜欢 关这里的菜市场的 云南丽江这边就是 纳西族 比较多一些 像大理的话就白族 我发现这边 纳西族老奶奶都 穿着传统的服装 都很清爽干净的 云南是一个物场 很富饶的一番 所以就产有很多蔬菜水果 而且都非常的好 那么南丽奶奶有卖 他们自己家的鸡蛋 土鸡蛋 把你搞混搭啊 什么 搞个混搭好不好 哦好的好的 混搭吧 就是冰粉凉虾 这个三块 三块钱 因为我们自己在 这个平方里吃 哦 二十年老四号 这是手工做的冰粉吗 嗯 这是手工做的 嗯 好谢谢 三块钱一杯冰粉 哇 味道还挺好的 酸甜口 这个是冰粉凉虾混搭 然后加了一点酸梅汤 味道真的挺好喝的 像这种小推推车的就是 纳西族拿奶奶他们家自己种的 然后拿到市场上面来卖 而且也很便宜 很新鲜很便宜 这个是火腿腊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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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边好乐陷阱哦 这边好乐陷阱哦 而且放时间长了之后 就是它自己就熟了 直接就可以吃了 里面还有辣排骨 辣排骨看起来很爽 这个云南的水果玉米特别的好吃 而且也很便宜 差不多两块钱一块多钱一根的样子 小黄瓜看起来很好吃 小番茄 这个五块 这个八块 这个是一样的吗 这个八块 八块 五块 要拿走 尝一个吧 尝一个小的 这个是鱼心草 云南重庆四川贵州都很喜欢吃这个 在云南真的太幸福了 而且还有很多没有吃过的蔬菜水果 这边是卖水产类的 小龙虾 还有蜂蜜 蜂巢 这是螺丝嘛 河鱼 这个是小河虾 那这个他们说那个醉虾 就是这个做的 这个做烧烤可好吃 手工都被搂 苹果十块钱一盘 哇这个草莓看起来好爽 这是本地草莓 五块钱一斤 装一斤吧 这个是香盛 八块钱一盒 这是羊奶果 芭蕉两块五一斤 香蕉一块五一斤 哇太爽了 云南这边产香蕉 产的可多了 这上下的一些香蕉 用来喂猪的 现价薯片 这个是云南的彩克土豆 可以尝一下 可以尝一下 嗯 吃的那个是原味的 是原味的 嗯 蘸一点那个粉才好吃 哦好的好的 蘸一点 云南的蘸水也很好吃的 十块钱一包 这么大一包薯片 好 谢谢 这个是雪糯米肠 看起来有点吓人 这也是云南这边的特色手吃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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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